第五个是相信固守跑台可以保得住台湾 我已经讲过了台湾的军人不能打仗 台湾的军人只有27万 前五天就会死掉12万 怎么打 美国国防部评估台湾的空军只能打45分钟 请问怎么打这个仗 所以相信台湾可以固守保卫台湾的是笨蛋 然后第七个笨蛋是相信美国来救我们 美国人已经公开说 我没有救你的义务 美国已经讲了 美国国防部大员2005年9月19号 他的大员Rose已经讲了 美国没有义务防卫台湾 近期乌克兰的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 把俄罗斯的克里米尔大桥炸毁了 乌克兰的总统 泽勒斯基的顾问波多尼亚克说 这只是开端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必须摧毁 所有从乌克兰窃取的事物都必须归回 普京指责乌克兰袭击克里米尔大桥 是一个恐怖主义行统 为俄乌的战争注入新约更高的赌促 所以这个事情的发起